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在深海开彩出海燕兵 并且能够持续将它转化成天然气的国家 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进行商业开发 不过有分析就担心可能会加剧南海资源争夺战 梁炳斯报道 中国在开彩新能源上出现重大突破 画面上的火焰就是由海底分解和提取上来的海燕兵 所产生的甲丸气体 由上个礼拜三开始 在距离香港大约285公里的南海北部神湖海域 水深1266米海底以下的海藏开彩可燕兵 截至星期四早早 已经累计生产超过12万立方米的天然气 我们从5月10号正式出气四点火成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连续开采了8天了 每天的日产全部超过了1万方以上 这样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年来一定的目标 目前加拿大日本等都加紧试彩可燕兵 但未达到国际供应指标 包括至少连续7日产气 因此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 可以在海底开采可燕兵 并且连续稳定生产天然气的国家 中国对可燕兵的研究和勘探已经有30年 下一步会在附近海域 不同矿区试彩计划在2030年前进行商业开发 可燕兵的学名是天然气水合物 由天然气和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 形成的雷冰状结晶物体 燃烧之后只会产生少量的二氧化碳和水 被称为未来的清洁能源 有望取代目前普遍使用的化石能源 可燕兵主要分布在陆地冻土区和深海的沉积密度 勘探开采技术难度极高 有专家估计单是深海可燕兵的藏量 就可以被人类使用1000年 但是有分析指出 在多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 战略资源丰富 中国成功开采可燕兵 可能会掀起新一轮资源争夺战 令到地区局势升温 NOW TV记者梁明斯报道